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農民 農家来说 是大社会 米若 这个米若 当然它有分作 大中小 也有分作 这个 是打什么用的 打切到用的 合材打香蕉用的 那都不同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项 是通常 都是家庭在用的 家庭在用 不管说 你怕它是去 流汗汁 流汁汁 或是说菜头 它都放在这 切起来 把它搭起来 搭起来 搭起来你会觉得 哇 这这样搭多重 这一般農産品 这都想着 15斤做油 那如果是我们的 生民 体系更好 体力更好 有法 把米若 扩大 更大 去搭钱 是搭金量的 搭金量 它搭多少钱 那如果搭到200元 那时候 要搭到200元 的人 并不说 解析 没错 不久 有金量 有钱 所以 可以 踩到很多 在一般家庭来说 家庭 富力 翁翁 一边 是搭 东西 比一样 一边搭 他们 这个小小孩 现在 又一个 这样 又用手 抗 抗手 又爱一个 所以 在早期的 農民 農家 富力 是多辛苦 这个米若 不是 拿来 说 担担 農産品 他 而且 沉 他的主力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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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的 農民 会说 正面 多少 辛酸 多少 烧烈 这个米若 他的 孙空 背景 他也 打扮着 很重要的角色 一会 今天 介绍 这顿米若 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認識 我们的祖先 他的农村 生活 他可以了解 他的生活 地匪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图再会 主要 云 五 一 六 一